我覺得已經可以斷定了 他一定會宣布參選總統 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你看他的講法 他的講法 人家問他說 你到底要不要選總統 他說沒錯啦 不能只是說說啦 但主持人走掉怎麼辦 他用許巧心之前的這個承諾 講說國民黨的人 你不要再罵我了 我去跟郭台銘合體 我當他主持人 他絕對不會宣布參選總統 他一宣布我就離開 把這個當理由 但現場不宣布 所以這意思是什麼 時間未到 郭台銘就是要選總統了 只是時間未到 這很清楚了 如果郭台銘打定主意不選 說真的你幹嘛辦這一場 你這一場要辦給侯友宜吧 他要連辦三場 對 連續辦 今天還有 而且因為辦了這三場 逼死柯文哲跟吳子佳的取消掉了 對啊 這個是一個很清楚嘛 所以郭台銘就是要選的啦 只是時間未到 可能有 不知道算命師傅有看 還是怎麼樣不知道 總之時間還沒到 所以他還沒有宣布 但應該是確定要宣布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說 你可以看到 郭台銘在這一場當中 不斷的嗅肌肉 許小新跟他一打一唱 講說之前有網紅去你家 那個開箱你家 那要不要也開箱一下 你的私人飛機 郭台銘是直接講說 小新你跟一些年輕人 不然你一起來開箱我的飛機好了 你知道這個多有吸引力嗎 我說真的 在這個流量為王的時代 許小新這場要選立委的 國民黨的參選人 如果開YT的直播 跑去那個郭台銘的飛機 所以有沒有看頭 有看頭 連我都想看 我也想看 你想看郭台銘 飛機上的沙發用哪一排的 然後裡面的那個小冰箱是怎麼樣 裡面有什麼飲料 什麼牌子的香檳 什麼樣的香檳 怎麼樣的飲料 怎麼樣的零食 想不想看 大家都想看 不分黨派都想看 所以這是秀肌肉 哪一個候選人 可以讓國民黨的立委參選人 開箱我的飛機 只有郭台銘 所以這很清楚 侯友宜做不到 柯文哲做不到的 我郭台銘做得到 然後當然他這場當中 也批了一下 民進黨的兩岸政策 然後批了一下賴清德 當然我認為要亂罵 那沒關係 重點是 他這個態勢就是要選總統了 這他現在的狀態 那對照起侯友宜 我覺得他現在非常的難堪 因為我還是不得不講 明天的這一個716的大遊行 侯友宜他有他核心 要面對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講居住正義 講社會住宅 那我們來好好看看 侯友宜過去幾年 在新北市做的怎樣 我直接講結論 做得很爛 極爛 可以說是六都最爛 為什麼我敢這樣講 六都 其他五都 台北 桃園 台中 台南 高雄 屯房稅全部都通過了 六都唯一一個 還沒有通過屯房稅的縣市 是哪個縣市 就是新北市 新北市多數執政黨是誰 就是執政黨又是國民黨 議會的多數黨也是國民黨 為什麼不讓他過 我們聽到有些雜音 有不同的意見 為什麼 這個事情侯友宜當然要負責 國民黨在新北市執政 當然要負責 你跟人家談什麼居住正義 六都就你不用居屯房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等於談社會住宅 我們看到前一陣子 包含我的選區櫻哥 有社會住宅動工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那全部都中央做的 如果你講數量 過去兩年 侯友宜主政底下新北市 連續兩年 工程決標的社會住宅數字 新北市主政的零 看到沒有 對零 所以沒有一間是新北市決標的 過去兩年沒有一間是新北市決標的 然後如果你看預算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零 但預算都發局裡面 編的社會住宅 新北市自己編的預算 也是趨近於零 中央都給中央做就好了 其他縣市的狀況是這樣 我稍微講 因為我以前在台中也服務過 多數的縣市是 中央不管是給補助 或中央幫你建 占多數 可是縣市政府 為了顯示出我自己 其實我也有要建社會住宅的決心 尤其財政狀況 比其他縣市好的六都 都會自己建 為什麼你新北你就不編 不做 然後就想中央做的也算是 可是你自己的覺醒 如果連你主政新北市 你都不願意做了 你怎麼能奢望 如果有一天選項總統 你願意做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明天 其實很沒有資格去716的 這個講居住正義的遊戲 因為你自己在新北市任內 在我的看法 六都唯一還沒有通過 存房稅的程式 就是侯友宜主政的新北市 你有什麼資格 你有什麼立場 去跟人家談居住正義 不過最後一個還是要講一下 那個肇事的場合 這肇事有兩個點是很有趣的 一個是許小青 不要忘了 許小青是 少數近期說 如果柯文哲要站台 他也希望柯文哲站台等等 然後被金普聰 親自打電話的 我不知道最近還沒有在新加 其他的這些戰鬥人 新生代要選舉的 但是許小青是金普聰 親自清點打電話的 看樣子打完電話好像沒什麼用 照樣去郭台銘的場 只是不加了一個條件 不能講說你要選總統 只是加了一個條件 但是這代表什麼 加了這個條件我不講 但是許小青 他的做法是什麼 這是不是其他 其實現在國民黨人很多人在看風向的做法 我嘴巴不講 我不做真正的這個所謂的總統造勢的站台 但是該我去露臉的 該我有聲勢的 該我合照的 該我不齊而喻的 我全部都還是一樣 那所謂金小刀的這個 你要立下的這些刀的法則 看起來好像許小青在身上沒有什麼特別的用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大家記得那個喊總統好 那個喊了十秒鐘 當然郭董我相信他是爽在心裡 應該是臉上很有藍色 但是不要忘了 這個郭台銘的高雄後援會 那個徐尚賢委會長 他其實是死忠的鐵的韓粉 那你要想 他當然都昨天講到什麼中華民國派 但是你要看 為什麼一個死忠韓粉 到現在 他是全心全意的去支持郭台銘 而且在那樣的場合 都已經跟你講不要選總統了 硬是要喊總統好 硬是要那樣子的 這樣的鼓噪起來 這個突顯出一件事情 其實侯友宜至始至終 沒有解決國民黨內 就是韓粉也好 甚至韓國瑜本人也好 對於侯寒心結的問題 其實始終沒有解決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投射 當然可能郭台銘有一定的 對他們這些人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另外一個投射 其實還是那個郭 對不起 韓侯之間的心結位極 而讓大量的韓粉 不起來做而言不如企而行 直接跟你到那邊喊總統好 那所以你不用到時候 再把飛機捐出來當運輸機 因為彎流的飛機 其實是做商務使用的 它也不是做運輸使用 因為運輸的話 其實是需要空間比較大 它的量體會比較大的 所以它完全不適合 你真的不如就捐錢出來 其實剛剛講 真的有點心酸 我們在炒的是 在台北市要找到一個停車位 都很困難 他竟然是在跟我們講 真的我們不同的等級 這差太多 他要講停機位 後來我們想想 他是個有在捷克有城堡 城堡我們是去觀光的好嗎 他是自己家裡有城堡好嗎 然後我們現在家裡面 有個兩千一百萬的房子 就應該爽到不行的 他是有一個二十一億的房子 別墅在美國的 所以真的差太多了 我不是說有錢人 不能夠去喊居住正義 這個郭董 你不要誤解大家的意思 只是說我不覺得這一場 真的是非常的荒謬 我是說在716 可是更荒謬的是 昨天他講出來說 他願意把飛機捐出來 他其實這些的魂話 因為他其實的緣起 飛機的緣起是因為 就像剛才智聖講的 是因為他到了台東 然後因為看到了 整個軍演的關係 所以他的飛機 因為Curfium 或者是因為其他的緣故 所以他沒有辦法 在那邊過夜 今天的原因絕對不是台灣 而且今天難道 只有台灣在做軍演嗎 你郭台銘知不知道 每一年的7月份 智聖絕對知道 每一年的7月份 都是在亞太地區 所有國家在做聯合軍演 的一個最重要的時期 現在美國7月1號吧 7月2號 7月4號 然後 每個立劍 對 現在都在做軍演 所以不只我們台灣 美國 美國還拉了他誰 他好朋友 日本 韓國 甚至於遠從歐洲的 法國也來 義大利也來 英國也來 所以這不是我們台灣自己 這個兵凶戰危的問題 現在是因為中國 害得全世界 大家都要來警覺 大家都要來面對 中國的問題 所以郭台銘你懂不懂 不要說你有幾個湊錢 就在那邊轉個二五八萬 第二個是你對於經濟到目前為止 人家經濟部 人家已經跟你講得那麼清楚了 你竟然還傻到還要再發 這個難怪人家會叫你 說近期愣娃 這個搞不清楚狀況 這還要再發一次 自己討人家來打臉 今天謝金河在他的臉書 又再打臉你一次 我簡單講就好了 這是經濟部的一個貼圖 經濟 我們看下面這一欄 你最愛的馬英九 跟中國最好的時候的馬英九 是2008年到2016年 那個時候我們的經濟成長只有9% 我們出口的成長只有9% 可是從2016到2022 我們現在的成長是71% 數字的大小 郭董你可以認得出來吧 71絕對絕對大過9好多倍 你不要忘記2016一直到2022 我們還遇到了三年的COVID-19 那為什麼臺灣可以在經濟上面 表現的是這麼好 我們現在在亞洲 我們現在是經濟的表現是第二名 然後你再看到 我們出口到中國 近九成其實都中間財 中間財就是我們只能夠 他不能直接賣的 要再加工 那你要知道 在我們的 就是你的所謂經濟電路 就半導體的部分 你在口口聲講半導體 從過去2016年的38.4到現在是57.4 就是說在現在 還不要討論到全世界 對於中國的晶片禁運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過去光幾年 我們是從38%一直成長到57% 我們沒有賺中國錢嗎 有賺中國錢 你鴻海沒有賺到嗎 有賺到 那你竟然背離這事實 再講到股票的價格 我不要提哪個股票 人家台積電的 這幾年來的發展是如何 你鴻海的股價又是如何 你對得起你的股東嗎 你先對得起你的股東 先實踐你的鴻海股價200塊 你再來說吧